大家好 这几个我们学习的函数是some if 那么从单从这个函数它的名字来看 一个是求和 一个是条件判断 那么和起来它的意思其实就是有条件的进行求和 不是说你把求和的区域给框雪进来就可以了 在框雪的区域里面还要进行条件的筛选 只有条件成立的它才给你加 条件不成立的它就不加 跟我们前面学的some函数来做条件的求和技术 很类似 或者说它的要求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函数some if来完成 看一下它的要求是根据指定条件 对若干单元格进行求和 那么这里就有个它的语法 三个政府呢分成三个参数段 第一个是用于条件判断的单一个区域 第二个呢就是条件判断 这个条件判断的表达方式 可以是文版可以是数字可以是表达方式 也就是说可以是个数字 可以是一个字 可以是条公式都可以 最后一个是要进行求和的区域 那么注意 这第一个跟最后一个跟第三个容易混淆 第一个是进行条件判断区域 而第三个才是真正要相加的区域 它们可以是同一个区域 也可以不是 这里是some range 就是表达要求和的区域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要求 用some函数求出花生的总数量 我们先还是用老方法 比较传统的方法来做一做 我可以用if函数来判断 如果品名等于花生 那么我们就把它的数量给显示出来 否则就显示指名 对吧 这样凡是有花生的 就被筛选出来 最后来我们再进行求和 753 对吧 753 这是一种方法 然后再进一步我们可以 刚才这种方法是用了辅助列 再进一点的方法 或者说再紧急一点方法 就是直接品名 是否如果等于花生 那么我就将 条件权利的乘以它的数量 最后呢 再用个some 对吧 753就可以了 或者说你按一个 some product 也可以 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两种方法都可以 但是现在我们要求用的是some if 我们来做呢 我们看 根据上面这个 它的参数 来进行 选择 第一个区域 是要进行条件判断区域 我的条件是等于花生 那么我的判断区域 肯定是在品名 好 逗号 分割开 第二个区域 就是它的条件 条件是花生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 iF9 把它写上来 自己录入也可以 那么最后 如果条件成立 我们则将它的这个数量进行 求和 完成 那么最后还是753 看看这条公式 直接用一个公式可以完成 虽然方法有很多 但是我认为这个是最好的 那么以后我们碰到条件求和 不妨也可以用这个设计识 不一定要成sum 或者sum product 对吧 好 再投身一次 这个是要进行条件判断区域 这个是条件 这个是要进行求和的区域 要分开 要能够辨认 好了 这期课我们就会讲到这里 下期课我们继续来看 关于sum函数的其他运用 这个是要进行的 这个是要进行的 优优区域